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的杜泱泱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议论文创造宣言的说理特色 泰格尔曾经说,生命是永恒不断的创造 因为它内部蕴含着过剩的精力 它不断留意,跃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它不停地追求,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的形式表现出来 谁忽视了人生中的创造,无疑也是对人生的懈怠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著名教育家陶行之的创造宣言 课前,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预习任务 这篇文章是一篇议论文 题目为创造宣言 请大家联系课前预习 请同学们说一说什么是宣言 作者为什么要发表一篇以创造为题的宣言 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预习收获吧 我搜了百度百科查到 宣言一般指政府、团体或其领导人 为说明其政治纲领或对重大问题表明其基本立场和态度而发表的文告 也有几国联合发表的或以会议名义发表的宣言 如共产党宣言 通过课前预习 我了解到 陶行之 1891至1946年 安徽涉嫌人 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 他早年留学美国 归国后 他终身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造 探索中国人民教育的心路 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 他在实践中创立的生活及教育 教学做合一 社会及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理论 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封碑 他是响于世界的中国教育家 我补充一个信息 本文写于1943年 陶行之先生针对当时教师队伍中 因寻守旧 没守成规的现象 大胆地提出了创造宣言 否定了不能创造的种种错误看法 提出了处处是创造之地 天天是创造之实 人人是创造之人的观点 激励每一个人时时处处要去创造 同学们的预习非常充分 从宣言的定义 作家生平 以及创作背景的角度 为作品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全息视角 通过课前预习 我们了解到 宣言是一种演讲词 既然是演讲 那它一定具备演讲稿的特点 文词优美 感情充沛 说理生动 号召力强 作者针对当时的社会石壁 发表了这样一篇宣言 用来表达作者的呼唤与号召 首先 让我们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 我们知道 本文是针对石壁 来提出自己的见解 展开论述的 那么作者围绕创造 提出了什么观点 围绕这一观点 作者又是如何展开论述的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细读文章 小组合作来梳理论证思路 试着画出思维导图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的思维导图 首先 第一组的同学们认为 中心论点是应该创造 我们来看文章的第一段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 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提出了要创造的观点 接着第一组的同学将一至四段 概括为艺术家和教育界的创造 在这一部分中 艺术家和教育界的创造 是并列关系吗 通过阅读文章 我们可以看出 文章是通过艺术家 如罗丹的创造 引出了教育界的创造 论述的重点 其实是教育界 所以这一部分的表述 就不够准确 那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五至十一段 层次划分非常明确 第一组认为 这一部分是对不能创造的看法 这个概括全面吗 我们回顾课文 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 有作者对不能创造的 错误观点的否定 但是在第十一段 也有对创造的肯定 所以这样的概括 显然以偏概全 我们再看第三部分 十二至十五段 论述了如何创造 这样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最后 第十六段 概括为勇于创造 谁勇于创造 作者的态度如何呢 这部分并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再来看 第二组同学的思维导图 首先第一段 开宗明义 提出我们要创造的观点 接下来思路很清晰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符合议论文的一般结构 文章第一部分 先厘清概念 什么是创造 前四段 用不同的人 创造出不同的崇拜者 引出教育者要创造 真善美的活人 要以集体之力 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 或彼此崇拜的活人 明确何谓创造 第二部分 作者接着提出 为什么 就是对创造的看法 首先从罗列出五种不能创造的错误观点 以一连串不可争辩的实力 一一予以反驳 然后从中确立起人人是创造之人的观点 有了人人都能创造的信念之后 十二到十五段 还要提出怎么办 如何创造 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不能像东山侨夫那样英寻守旧 要让创造之神 常住心中 最后 发出号召 引用罗丹的话 发出创造宣言 激励人们用自己的汗 血 热情 去创造 我们可以发现 第二组同学的思维导图 运用了我们学过的议论文结构来解读 层次划分 清晰 概括 准确 很好地展示了本文的逻辑谨言的论证思路 再读课文 研读论证特色 这篇议论文 与我们刚学过的怀疑学问不太一样 它是反驳错误观点来得出正确的观点 那么文章是怎样对错误观点来进行具体批驳的呢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 作者先用五个友人说 罗列了时下盛行的观点 这五种错误观点是 一 环境太平凡 二 生活太单调 三 年纪太小 四 太无能 五 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 陷入绝境 等死而已 针对这五种错误观点 作者采用了充足的事实论据来进行反驳 针对环境太平凡 作者列举了八大山人 菲蒂亚斯 米开朗基罗的势力 平凡如朱搭 辉豪画几笔 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 在逆境之中 他仍然能够创作 针对生活太单调 作者列举了一经 正气歌 尼赫鲁自传的势力 法国企业家雷塞布 竟能在沙漠中 造成苏伊士运河的例子 沙漠的生活足够单调 但也能成为创造的乐土 针对年纪太小 作者列举了莫扎特 爱迪生 帕斯加尔的例子 这些少年成才的艺术家 发明家和数学家 足以说明 年纪小 不是不能创造的借口 针对太无能 作者列举了 鲁顿的增身 不识字的惠能的例子 说明鲁顿 不识字之人 也可以创造 针对山穷水尽 陷入绝境 作者列举了 玄奘 哥伦布 莫扎特 哥德的例子 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 毕竟取得佛经 也说明了 陷入绝境 也不是不能创造的借口 这五个错误的观点中 前两个是外部环境 后三个是主观因素 作者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 来驳斥这五个错误的论调 作者用这么多例子 来驳斥五个错误观点 以事实为依据 辩驳有利 那么我们要思考 作者举这么多例子 是否荣誉呢 我们会发现 作者的举例论证 从中国的巴达山人 曾深惠能玄奘 到外国的哥伦布 莫扎特 哥德 从古代的《易经》 到近代的尼赫鲁兹传 大量的举例 体现了历政的周密严谨 说明从古至今 变观全球 处处天天人人 都要创造的观点 是放至四海而皆准的 体现了历政的说服力 作者批驳了五种错误观点 又树立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又讲了一个 东山侨夫的故事呢 东山的侨夫 他不懂创造 最后把太深的茅草和树苗 都当柴火烧了 以东山侨夫的故事为誉 用侨夫比喻老师 草和树苗比喻学生 作者说明了 丧失创造力的可悲下场 呼吁教育者要让创造之神 常住心中 这里是比喻论证 作者先摆出错误观点后 才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 这种论证方式 和哪篇我们已经学过的议论文 论证方式类似呢 回忆本单元已经学过的课文 我们会发现 本文和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篇文章一样 都运用了博论的论证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针对不能创造的借口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他的论证方式是先竖靶子再批驳 然后立自己的观点 是先破后立 但是本文又不一样 作者批驳了五种观点后 论述了处处是创造之地 天天是创造之实 人人是创造之人的观点 鼓励人们进行创造 本文在反驳错误观点的 同时也提出了正面的观点 所以本文的论证方式是边破边立 总结一下本文的博论思路 在博论部分 作者主要运用了典型势力 与明言警句来进行反驳 密集使用举例论证 大量势力层层递进 多处使用比喻论证 是论证形象可感 引用论证 旁征博引 正反对比论证 增强说服力 可谓是逐个击破 举例论证 逻辑严谨 比喻形象 宣言的特征之一 是有号召力 充满情感色彩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在文中圈点勾画做批注 举例来说说本文的语言特色 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批注吧 我找到文中第三段的一句话 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 有一点不同 刀法如果用的不对 可以万象同悔 刀法如果用的对 则一笔下去 画龙点睛 这一句用刀法比喻教育方法 塑像比喻众多教育对象 画龙点睛 比喻众多教育对象成才 教育方法不当 可能使众多受教育者背毁 教育方法得当 则可以使众多受教育者成才 这句比喻太精妙 画枯燥为生动 画抽象为具体 一下子把教育的效果 形象地展示在大家面前 我们再看第二位同学 我更喜欢第十段的这句话 当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除了大无畏之福 还得有智慧之剑 金刚之信念与意志 才能开出一条生路 作者把勇气比作福 把智慧比作剑 把信念和意志比作金刚 一直当一个人陷入绝境 走投无路时 只有勇气 智慧 信念与意志 才能使人绝处逢生 闯出一条生路 这位同学找到这一句 连续运用比喻 语言整齐 还很有气势呢 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同学 最后一段中 汗干了 血干了 热情干了 僵了 死了 死人才无疑于创造 只要有一滴汗 一滴血 一滴热情 便是创造之神 所爱住的行功 就能开创造之花 结创造之果 繁殖创造之森林 这一句作者用了排比的修辞 鲜明地指出 死人才无异于创造 语言情感饱满 富有气势 不容质疑 这样的结尾富有感召力 孟子就经常在议论文中 应用排比来增加语言的气势 这一句就颇有孟夫子之风 同学们找到的例子非常精彩 让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 如何才能让论证语言出彩呢 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怎么说 本篇宣言比喻论证形象生动 使晦涩的说理明白小畅 排比的使用 使文章情感饱满 语言气势辉弘 有宣言的号召力 让人不由得被作者的语言所征服 同学们总结得特别好 比喻论证 排比等的使用 使这篇文章的说理 语言生动而充满情感色彩 但不失严谨 语言令人亲近 又富有感召力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文的说理特色 首先 密集使用多种论证方法 纵观全文 本篇文章运用了大量而密集的举例论证 有力的引用论证和比喻论证 并且用对比论证来驳斥错误观点 树立起鲜明的正面观点 其中 论证方法使用频率之高 手法之多样令人赞叹 第二 边破边立 思路严谨 环环相扣 逻辑性强 在这篇文章中 批驳有力 观点鲜明 逻辑谨言 令人折服 第三 文词优美 感情充沛 说理生动 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与同主题的 谈创造性思维相比较 谈创造性思维 是一篇说理严谨的议论文 它的目的在于 说清楚创造性思维如何培养 而宣言是一种演讲词 既然是演讲 那它一定具备演讲稿的特点 需要以充沛的情感 有号召力的语言 来征服听众 最后 我们留一个作业 在学习了创造宣言的 说理特色之后 请你针对学校食堂中的浪费行为 写一则反浪费宣言 尽量做到有理 有具 有感召力 同学们 欢迎你们与老师一起探讨 等我来说 我久不回答 为你早就跟λ thought